五線電 還有這個五線電 這五線電也不懂 也不是弄什麼搞的 當然也會緊張 那個時候那個下的蛋太多了 那個整個空氣都發生了 整個進門道上面 都會揮霧 五線電也會通 有來的都是我們823戰役戰友協會的老兵 那這些我們真的要向 要對他們這個致敬 因為沒有當年他們的這個犧牲貢獻 還有他們紅袍的付出生命 寶貴的是中華民國 怎麼會把中華都要敲破一樣 然後救護車呼嚇我們這個聲音 直升機在我們大操場叫過的聲音 然後我們的左臨右側 都是這些醫生護士 都砸踏著急著要趕到這個急診室這種聲音 第二天早上 因為我們每天上學都要經過 都軍802總醫院 也就是國軍高雄總醫院的那個時候的 這個整個急診室前面的廣場 我們就看到整個急診室裡面 滿滿的人 病床都已經堆滿了 外面都還有這個用行軍床鋪的 那那個時候我們舉的例子不是823 是大概是東營海戰 那個五月五月多的時候 我記得還在上學嗎 下林大山 內心的那兩次 你也可以叫做 點個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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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活形的以后的重新 成为我们共同的任务的符号 成为一个正国家的共同的象征 来自明天 来自明天 来自明天